北约作为冷战的遗存和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 一边声称自己是区域性防御性的组织 一边不断地越界扩拳 挑动对抗 大搞霸道霸凌 北约所谓的安全 是以牺牲别国的安全为代价的 其所作所为给全球和地区带来了极高的安全风险 中方坚决反对北约对中国的抹回攻击和甩锅推责 反对北约拿中国当借口 东进亚太 搅动地区局势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 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我们敦促北约 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 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停止贩卖安全焦虑 停止四处树立假想敌 停止打着共同防御的旗号 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切实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做点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